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一份用30秒钟就能做好的最快速的菠菜料理 让我们通过轻松的烹饪和优美的钢琴音乐 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最快速的调整和喜乐 首先我先把虾的腹部那条黑线 也就是虾筋先把它抽了出来 然后在虾的腹部轻轻的划上几刀 之后把虾给翻过来 从虾背用手指按压来压断虾筋 按压的时候从你的动作当中可以感受到筋的断裂 如果想要比较扁平的虾 也可以这时候用刀背来拍一下虾身 许多专业的厨师也会把虾的尾巴上面的水分去除 所以在炸虾的时候油不会喷溅出来 现在我们来准备炸虾的面糊 食材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三样东西 一个鸡蛋 150cc的冰水 还有低筋面粉100克 喜欢吃辣的朋友也不妨来点创意的口味 也可以加一些smoke paprika烟熏红辣椒粉 洋葱粉 还有cayenne pepper cayenne辣椒粉 面糊轻轻随意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有一些小的块状 那还是比较理想的呢 现在我们就撒下一些面糊 来测试油温的高低 如果撒进面糊后 立刻就起花 温度就差不多对了 虾可以先撒上一层薄薄的低筋面粉 然后再放入面糊当中 就可以下锅油炸了 如果想要做出比较澎湃 而且有花意的炸虾天赋螺 我们就可以用筷子或者是夹子先固定好虾子 然后用手或者一个小勺子继续在虾身上拎上一些面糊 这样反复做几次 直到您满意为止就可以做出有漂亮花衣的炸虾天赋螺了 最好的油炸温度是在摄氏170度到180度之间 或者是华氏度340度到355度之间 就记得油和面糊的温度差越多 炸出来的虾就会越酥脆 好了 现在菠菜已经清洗过了 它的表面还富含着一些水分 我们就可以利用微波炉来做一份超简单的美味料理了 可别以为微波炉只能够热你的剩菜剩饭 其实不然 使用微波炉来烹煮蔬菜 它既没有油烟 而且操作简单 非常的省时 另外美味却一点都不减分呢 一举数得 真的应该多加利用吧 我设定了一分钟 但在30秒左右我就拿出来了 因为菠菜已经煮好了 我撒上了一些现磨的西马拉雅盐 还有一些麻油 搅拌一下 一份绿油油的健康菠菜 立马就可以食用了 好了 吃饭时间到了 肚子饿了 今天我也准备了两道清脆好吃又爽口的腌萝卜 还有一份味道超好的 而且非常简单做的白萝卜泥 炸虾天妇罗的蘸酱 如果你想看我的腌萝卜视频 请点击上面的链接 在我轻松享受这份美食的当下 我也想到这份丰盛美味的一餐 也是我用努力和时间所换来的 但是在烹饪和准备的过程当中 我却是用愉悦和喜乐的心情来经历它 我想人生也是有很多的事情不顺遂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用勇气双手和决心来面对它 我想很多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的 除了天天享受美食之外 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分享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 所以你不会错过我最新的视频 感谢您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